行啊 然后首先呢 咱们先来复习一下 复习一下 咱们上节课讲的这个决策数算法 可能啊 大家现在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啊 对这有些忘了 咱们我带给大家 从后到尾的 咱们花一个几分钟时间来给大家概述一下 首先啊 咱们给大家讲了一下 就是在决策数当中啊 最困难的什么 最困难的并不是说怎么去用这个决策数 而是说呢 我们该怎么样用这个决策数啊 把这个数给它构造出来 所以说啊 我们的难点就都在这个地方了 一个数 一个数据拿过来之后 怎么样把这个数据变成一个决策数模型啊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该怎么去做呢 在数数当中啊 我们看了一下 我们的数当中啊 它是有根节点 然后根节点下面呢 还有一些叶子节点吧 那这些啊 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我们每多了一个特征 在数的 在整个的决策数当中啊 我们就多了这样一层 多了一层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它更深 更庞大了一些 也就是说啊 原始我们的数据都是不太规则的 然后呢 在这里 我们每加入一个节点 每加入一个节点啊 相当于是 我们每往里加入了一个特征吧 相当于是 一开始我用这个特征 后来我又一个特征 一个特征往里去加 这就相当于啊 每次啊 我把我的数据深度啊 给它进行了一个更深层次 越深 相当于我越切了这么一刀 那后续啊 咱们不是还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吗 就是 哎 我是一定切的越复杂越好吗 或者说 我特征一定是越多越好吗 咱们在之后在大家来说这个事情 决策数当中啊 我们是怎么样进一个特征选择啊 我们是不是说第一步 我们要选择出来一个老大 当成是我的一个跟节点 然后呢 有了一个老大之后啊 接下来我们就再选一个老二 选老二相当于是选第一个特征 再选第二个 再选第三个 以此类推呢 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决策数当中啊 所有特征啊 都给它选择出来了 那选择这个大当家 选择二当家怎么办呢 我们得有一个衡量标准吧 在这里我们引入了一点叫做商值 什么叫做商呢 咱们简单说一下 就是相当于啊 咱们一个分类的一个好坏程度 如果说你分类分的越好 那是不是说在每一个叶子件当中啊 它的一个数据应该是越纯 越纯代表什么 越纯代表着它们都属于同样一个类别 所以说呢 咱在这里啊 有一个商值 用商值可以衡量咱们分类完的一个结果 那比如说现在有A集合还有一个B集合 对于这两个集合来说啊 你说A好还是B好呢 显然是A好吧 为什么 因为A里边只有12 B里边呢 有1234有789 B里边太杂了 越杂的我们说商值计算完它会越大 这个商值啊 这个公式啊 上一课给大家看了一下 就是长这个样子吗 然后啊 咱们说了一下啊 它是越接近于零 这个值不是越大吗 越接近于一啊 这个值是越小的 所以说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用商值啊 来表示怎么样啊 是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特征 然后呢 这个商值啊 有这样的曲线啊 咱们说了 在0.5的时候啊 它是最大的 为什么 因为就像你抛硬币似的 你抛一个硬币啊 其实你也不知道 到底是正还是反 说白了 那就随便的一蒙 随便的一蒙的时候啊 它是最没有规律可循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说啊 它的一个商值是最大的 那这里啊 咱们已经有了商 那我该怎么样去选 这个大当家还有二当家呢 这里啊 我们又提出了一点 叫做一个信息增益 所谓信息增益啊 说白了就是 经过了一个特征 进行切分之后 看一下我商值做 发生了多大的一个变化 发生了多大变化 如果说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我们是不是说 它的增益比较多啊 那发生小的变化呢 它的增益就相对来说比较小了吧 在这里啊 要给大家看了这样一个实例啊 这个例子就 咱们就不看了 之前给大家说过了 然而这里咱们不是有 基于几种特征的划分吗 首先呢 咱们干什么 咱们写一个复旧环 在复旧环当中啊 我们就一个一个去便利 先看一下 在原始数据当中 我不是有四个特征吗 四个特征分别进行比较 看一下哪个特征 能够使得我的增益是最大的 都计算完之后啊 我发现有一个特征 它是增益最大的 那既然它能够使得 我信息增益最大 相当于是我用了 这样一个特征之后 会使得我分类的效果越好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啊 就是选择那个信息增益最大的 来当成是我的一个跟节点 有了跟节点之后啊 其他竟然怎么算啊 一次类推吧 只需要我们再进行 一次一次的计算 算出来每一步 当前信息最大的那个特征 这就OK了 然后呢 咱们就说啊 这是ID3吧 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信息增益 然后呢 我们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什么叫信息增益率吧 说白了 为了解决什么东西啊 为了解决某些特征 在这个特征上 它的分类很多 但是呢 有非常非常的稀疏 这样的特征啊 我们应该用信息增益率 而不用信息增益 为什么啊 之前给大家计算过了啊 咱们有这样一个新的指标 不光要考虑自身的信息增益 还要考虑我自身特征的一个商值 下面呢 还有什么 还有叫CRT的吧 CRT就是一个分类回归数 在这里呢 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衡量标准 叫做一个经济系数 这个经济系数啊 公式就不给大家一个去说了 咱们上一课也给大家看了一下 经济系数啊 其实跟商值衡量的都是类似的一个指标 越小意味着咱们分类越好 越大意味着咱们分类越不好吧 所以说这两个呢 都可以当成是我的决策数当中啊 它不同的一个衡量标准的 然后这个连续值怎么办 咱们是不是说了 我们最常用的是一个二分啊 比如说现在有个身高 从一米三到一米九之间 那你说这之间当中啊 都是一些连续的值 连续的值好像不是一个属性值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也可以把它分界成两 就是分成左半段和右半段 相当于啊第一步 首先呢 把咱们的序列进行一个排序 从一米几啊 从一米二吧 到一米九之间 你给我站一个队 从小到大去排 然后呢 我在中间切一刀 那中间你在谁那切一刀啊 在一米二一米三还是一米五啊 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 怎么办呢 最好的方法一步一步便利下去吧 一米二这切一下 一米二一一米二一米二一米二三 一直到一米九 全部我给它一刀一刀一刀切下去 相当于是把连续值 进行了一个离散化 找出来最合适的那个离散点 我们就这么去切就可以了 所以说啊 连续值 我们照样是可以进行一个计算的 那后来啊 我们又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吧 叫做一个简枝 简枝是为了干什么的 这个是决策数当中啊 非常重要一部分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有了一棵树 这棵树 你看起来构造的可以了 但是实际上呢 还需要修剪修剪吧 这个是为什么 它是用来防止过你核的 也就是说啊 如果说啊 咱们构造出来一个树 构造完你就不管了 那就完事了 这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棵树啊 理论上 它可以把所有数据完全分得开 只要它叶子节点够多 我们就可以保证 每个叶子节点里边 只有一个数据 不就可以了吗 相当于啊 会把每个叶子节点 不断的二分下去 那最终 每个叶子节点 它不就是一个数据吗 这个时候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纯 但是呢 这个数却不好吧 不好的哪里呢 它在训练级上可能表现得非常好 但是呢 实际测试起来 它的效果就很差了 我们说了怎么办呢 我们引入了两种策略 一个叫做预检枝 一个叫做后检枝 所谓一个预检枝啊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是边建立一个决策 边建立决策数的时候 边进行检枝 一会儿咱们来看几点 那后检枝什么 相当于是 你先一口气造了完了 先一口气给它建完了 建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进行一个 简枝的操作 简枝策略当中啊 我们来看吧 预检枝可以干什么 最常见的几个策略啊 比如说 我们首先可以限制 它的一个深度 还可以呢 控制叶子键 割数吧 这也都说过了 叶子键 样本数啊 心意增业等等啊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策略 后检枝呢 后检枝啊 说白了 拿过来之后 我们要算这样一个值 看一下它本身的一个增益的情况 以及呢 叶子节点的个数 在这里 我们认为 叶子键个数越多 它的损失会越大的 所以说啊 现在啊 对于我的一个决策数的简枝来说 我提出了两种方法 一个叫做预检枝 一个叫做后检枝 这两种当中啊 预检枝 它是更常见的一个策略